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第几个 那女人就帮她找律师 要打官司跟我离婚 因为在当中她已经离开十年 大概都没联络 都没处理对不对 对 那我就找不到孩子 也没有办法联络一下 那来她找姐姐的时候 就是最后一次 应该是在九十几年的时候 在法院见到那孩子吧 可是还蛮高兴的 因为姐姐一直指向一个旧弟子 年节的时候会寄卡片给弟弟 因为她觉得礼貌上还是要这么做 结果还好 我们在今年8月1号 弟弟有透过网络跟我们联络上了 可是可能还是没有让爸爸知道 可是那种之间的疏离 已经是很难过 想到十几年前 她才三岁 讲那一句话 妈妈我好想你 老爸叫我不能想 我想到这句话虽然十几年过去了 还是很难过 因为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 那就这样子被带走 又强迫你们 就是她控制她一切 那时候才三岁的一个小男孩 她完全没有办法跟联络上 到现在已经高二了 可是跟妈妈之间的那种疏远 就已经被教育到 让我真的还是蛮心碎的 小巧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出来做这件事吗 嗯 知道 我知道有很多 很多弱势 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在这次 这样的一个 稍微做了一点功课之后 我认识了很多团体 其实今天我 其实更大的一个收获是 我认识这些团体 认识了法律教授 那他们也告诉我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case 那其实他们需要帮助 或是没有钱 或是没有能力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单位 都可以帮助大家 包括了社团法人 台湾妇女团体 全国联合会 我希望所有的弱势 我们不是说只有帮女生 如果你是一个弱势的父亲 你也是可以去找这些团体 还有财团法人的 法律辅助基金会 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 将来我们姐妹涛 也会跟他们联合 也就是说 大家如果说有像小桥 这样的例子的话 你可以到网站上来找帮助 我们会找很多的专家帮助你 那么还有台北市女性 权益促进会 女权会 请大家都可以 找这些管道来帮助你们 那么包括出席的一位律师 叫做张静怡律师 他说他其实看过 太多这样的例子 非常痛苦 当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 强行把小孩带走的时候 另外一方是求诉无门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才要出来把话讲清楚 小桥 那你现在觉得 这样子已经够了吗 没有 其实后来他第二个女人 在几年前找律师 后来我们透过法院 又就是在法院 把这个婚姻结束了 可是可能 小孩方面呢 因为你小孩如果已经大了 他可以有自由意愿 知道 可是因为小女儿 一直在我身边 前几天也刚送他进大学了 一路就这样子 他在陪到 已经也上大学了 那弟弟在 可能在他爸爸那边 热的状况 我们完全不知道 对 而且这你说十年吗 还是十五年 十几年 这是八十六年发生的事 那时候孩子才三岁 恐怖 真的很恐怖 他剥夺了多少时光 没有你们的 对 就是让我们母子完全断讯 让他们姐弟完全不能联络 然后其实真的是求助无门 因为他的妈妈 还是个阿嬷吧 说当时说他是 他大概七十几年的时候 还是八十年的时候 就加入慈祭 那他跟我讲一句话说 我不进慈祭 我只是人求他 可是我虽然没有真正加入慈祭 可是这些年其实有一些 睡眠祝福什么 我都会带着我的女儿去参加 可是如果说他是真正有在参与 但是却是不会帮他的 他也 我的弟子 我的电话一直没有变 但是他的阿嬷 却没有帮他们姐弟去联系起来 这一点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 我真的是耿耿于怀 当然 我会怀疑说 你今天穿的光鲜亮丽在做什么 我不是说那个单位不好 那单位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 只是说个人行为 那我会觉得 我会怎么看待你 因为你也是一个妈妈 我曾经在我妈妈的上里 他阿嬷有来过 我曾经跟他讲说 他就说他年纪太大 没办法抚养那个小孩子 我说那时候那个孩子 已经大概他带去一年了 四岁了 我说那你叫你儿子把孩子还给我 结果他就回去就没有消息了 然后我在我妈妈的上里 我曾经哭着跟他讲 我说你也是一个妈妈 请你用一个妈妈的角度 去想想我这个年轻的妈妈 当时我应该还算年轻 三十几岁而已 我说你用一个妈妈的角度 去想想我的心情好吗 我为了这孩子跟他带走 我本来近视五百度 我哭到七百 我爸就说你再哭你就要瞎了 所以那时候才开始 慢慢的慢慢的试着去淡忘 真的孩子的衣服 孩子的玩具 都不敢去摸到 不敢去看到 我了解 一直到现在女儿长大了 前几天我把她带她进大学 我觉得我很高兴女儿这么棒 那我也把她叫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 我对女儿的身教 言教一直都是 别人都还是 一直很称赞这孩子 我觉得这样就是 很值得我安慰 小乔 我当然相信这个痛苦 其实永远是不可磨灭的 而且其实我们不能再 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你还是 我知道 对对对 所以我刚刚在广播里面 也公布了这几个单位 也包括了将来姐妹淘 也会跟这些单位 做一个连线 然后如果真的需要帮助 你受到这么 无情无理的对待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 寻求法律的援助 小乔谢谢你的Colin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